我以为我遇到了一个好男人 但是想不到他一直在欺骗我 我就像个傻子一样 养着他和那个女的 我再也不想相信他了 我现在只想让他滚住我的家 他用我的钱一直养着他 听起来像一出背叛的大戏啊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胡先生48岁 来自无锡职业销售女嘉宾 钱女士41岁同样来自无锡 职业是理财师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关系 以前的关系我们是生活在一起 没有领结婚真实 你们从多久就生活在一起了 三年左右 过去都应该有婚姻吧 有 我是离过一次婚的 我是上偶的 三年前你们在一起的是吧 等于好了三年了 对 今天你想来这的目的是什么 这日子没法过了 她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搞七搞八的搞 还把那个女人带回家里来 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其实那个女的 是我当初的女友而已 我们十几年都没有联系了 这是帮忙 她最近遇到了困难 我帮忙一下 当时是这么说的吗 你当时说 她是你的一个远房的表妹 不然我怎么会可能让她我家里来呢 因为我没做亏心事啊 我当时不想让你多想嘛 主持人我告诉你 她是怎么回事 她说她一个远房的表妹 婚姻很不幸福 她老公赌钱啊 然后的话老是打她 然后她那个远房的表妹的话 就从家里跑出来了 没有落脚的地方 我一听也挺可怜的 一想想 她的表妹嘛 以后也是我的表妹 我也愿意帮助她一下 后来呢 所以的话 其实我呢 是因为我爱人就是去世了 然后后来我认识她 感觉她人挺好 我们才在一起 所以她住在我家里 所以的话我也愿意这样 帮助她一下 没想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是怎么发现 那个不是远房的表妹呢 从她第一天到我家来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不对劲了 为什么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 本身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她是一个特别能照顾人的人 比如说给我加个菜啊 盛碗汤啊 她挺会的 然后那天晚上就不对了 我说你给我盛碗汤吧 你知道她说什么吗 你自己没手啊 然后呢 你问了这话 大人好意思去盛碗汤吗 还真正有词的啊 然后到晚上睡觉了 她就包个被子 拿个枕头 直接跑客厅睡去了 这个 我两个女人的安全嘛 我在门外把这 她要保护女人的安全 平常的话 做晚饭啥的 我就发现 这远房表妹 比我更了解老胡 她爱吃啥 不爱吃啥 她清清楚楚 然后他们两个人 眼神都不一样 她看她 她看她 两个人 就是不自然的那种 前脚 刚出去 那女的就更出去了 然后其实 她也要出去找工作 然后我的意思呢 就是说 她心灵上是受过创伤的 我愿意跟她多谈谈 服务一下她 然后的话 她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 我根本就没有 跟她交流的机会 我那时候心里 就是奇了怪了 就是老是觉得怪怪的 但直到有一天 她老公找上门来了 就是那个远房表妹的老公上门了 老公是个无赖 她是个无赖 你呢 你比她好到哪去吗 那个女的老公 跑到我家门口 大吵大闹 把我那个 整栋楼里的邻居 都闹醒了 都跑过来看我的笑话 然后那个男的 骂她不要脸 说我也不要脸 说她在外面勾三大四的 把她媳妇 整我家里来了 我还忍气吞声的 我得伺候她们 我明白了 现在大家所有的疑问 都来自于那个远房表妹了 刚才说过 远房表妹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她是我初恋的女友 初恋的女友 对对 您初恋的时候得多少年前啊 二十二十三岁左右的时候 那就是个不要脸的 哎呀哎呀 说得太难听了 二十三岁左右 二十五年前的初恋女友 对对 就是怎么又联系上的呢 当初呢 我们初恋的时候呢 啊 我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由于 她的 二十三岁左右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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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提出说有一个远房的表妹来 你就应该表示质疑 因为他有这样的人存在吗 你居然不了解他的亲戚 不了解他真正的背景 你就能跟他在一起三年 你是在完全是在 拿自己的感情和金钱在冒险 请问你认识他多久之后 你们俩住在一起的 很短吧 草率吧 八年多 你招什么急呀 虽然岁数大一些 虽然可能你有过曾经结婚的这些婚史 但是有什么 姐姐您这么漂亮 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忠实 对你忠贞的人 但为什么要仓促的 把自己的感情投给这个人呢 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你应该很清楚 好 就这样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嘉宾 你对你的初恋现在是个什么样的 现在我这是 对我的初恋是同情 那你对现在的女朋友呢 一心一意啊 那你对你的前妻呢 那个没有联系啊 早忘了 肯定的 他早就说过他早忘了 那你对你的初恋 会有愧疚 那你对你的前妻 你就全部都忘了吗 一个为你怀胎十月 生了孩子的女人 孩子有联系啊 但是跟他前妻不联系啊 所以我觉得是个什么样的答案 应该你自己心里会有的 因为毕竟你们也生活在一起 嗯 我的问题 我觉得也代表了我的 回答的一个意见 我听明白了 嗯 其实老胡 自己也不懂自己 严格的来说 老胡谁都不爱 若是爱初恋 不会那么绝情的 提出分手 因为对方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 完全会影响下一段婚姻 如果说 他爱自己的前妻 也不会因为他生了个女儿 就跟他离婚 如果他爱眼前的这个女人 他不会在关键的时候 拿对方十万的财产 而不通知他 这是基本的尊重 其实你谁都不爱 但我也不能说你是爱自己 你只是习惯许然 连你自己都不懂自己 到底是个好人 还是个坏人 如果说 你之前认为自己是个坏人 你那么绝情绝义的 和前妻离婚 和自己的初恋 提出分手 那后来你认为 你应该变成一个好人了 因为你痛改前非 你认为重男轻女是不对的 你以前是绝情的 所以你一心一意地对他 甚至对他的女儿 就像自己的轻生女儿一样 始如己出 所以你也弄不明白 我到底是个好人呢 我还是个坏人 但其实这一切 都是习惯许然 你命很好 一个又一个的女人放过来 所以你根本没有意识到 曾经犯过下的那些罪恶 不是以你今天对他好 和对他女儿好 就能改变你的过去 你别看他 你现在对他好 对他女儿好 但看人不看平常 看关键的时候 你每一次关键的时候 没有一次经得起考验 你因为习惯使然 每个女人都放过了你 又遇上这么一个大姐 其实这个大姐很善良 说话跟小孩似的 也没什么提防心 很单纯 所以说你命很好 你一次又一次地碰上了这些 轻易地放过了你的女性 所以没有让你意识到 你以前给别人造成的伤害 是多么大的错误 所以以至于在今天这种关键的时候 你又用一种让人寒心的方式 拿别人十万块来弥补你内心的愧疾 你是一种善行吗 其实不是的 在关键的时候 你依然把自己摘除了危险之外 让别人来承担风险 你每次在关键时刻 需要你和你的女人 共同去面对危险和承担责任的时候 你每一次都选择了逃离 第一次你跟你的前妻 因为你家庭里面要重男轻女 所以你因为生了个女儿 马上跟前妻提出了分手 你对她造成了伤害 第二次你跟你的初恋在一起 你把别人造成了无法生育 影响将来的婚姻 你居然主动提出来 你说要离婚 而且你说是因为要缓和她和她家的关系 第三次遇上初恋女友 你为了弥补女的愧疚 你的自私把别人的十万块钱拿出来 说男天的十万块钱 还是她逝去的丈夫留给她的遗产 所以可想而知 不去看那些所谓的善行 看人就看关键时候 你没有一次关键时候 为自己承担责任 为自己的女人提供更多的保护 你没有 所以你好好想一想 你命太好了 使你错过了纠正自己的机会 但是你不是一个尽得起考验的男人 坦诚吧 别把责任都推给别人 好的 至少一会该道歉的道歉 你想要那十万块钱怎么还给人家就行了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我真的很想好好跟你过下去 我跟真的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在我处理方式不妥当 我请你原谅我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很想和你过完下辈子白头到了 其实我在来之前的话 还是抱有一丝丝幻想的 但是刚刚点评嘉宾老师他们给我的建议 我觉得他们讲得很对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吧 我觉得我可能是看错人了 我想我需要好好的冷静的想一想 好 请亮灯 你还没说还人钱那事呢 你应该说如果在一起 我好好对你下半辈子 如果不在一起呢 我会继续努力 等他 老胡啊 醒醒吧 两位请回 我要说你我就真不出来了 我没脸出来 来 请关门 我们来看一看 大姐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五 四 三 请开门